那么再看下面的曹武会 这个曹武会是曹兵 他是北宋开国民将 在历史上很有名 是一个非常仁慈的一个将领 宋朝的曹兵 他是林寿人 今天河北省石门寺 他辅佐宋太祖平定天下 他的个性亲戒人士 就非常的仁慈慈悲宽恕 他去攻打四川 然后又南下江南去攻打江南 不忘杀一人不忘己一物 被封为鲁国公 他死后被封为武会 所以叫做曹武会 就是曹兵 我们要讲一下曹兵的历史 因为这个人很值得我们来给他赞叹 他是以德代兵 道家讲说不能做将领 为什么 因为将领要打仗 所以道家人不太喜欢去做将领 但是曹兵打破这个道家的说法 他以德代兵可以消益灭罪 所以我们可以说曹兵就是将领菩萨 那么曹兵他帮助宋太祖平定天下以后 他有汉马功劳 有一天碰到当时一个很有名的算命师 叫陈伯叫陈希尔先生 这个大家都晓得陈希尔先生是很会算命的 那么陈希尔先生他对面相特别有研究 他就看完曹兵的面相以后讲下面这段话 他说你的边城谷隆起印堂宽阔 牧场光鲜 壁足早年富贵 他的意思是说你的边城谷隆起 印堂很宽 那么眼睛很长很锐利 眼睛很锐利 就表示你这个人 早年就会大发 早年就会富贵 那么比他忌讳的是余消可垂 就是下巴这里稍微瘦了一点 嘴巴这边有点尖尖的垂下去 没有挽伏 所以他告诉他说你出兵作战 应该要挽开一面 或者可以培养一些挽伏 那曹兵听过以后他相信 为什么相信 因为他善根深厚 有些人说这个算命不可信 但是他相信 曹兵带兵攻打四川 占领税林 他部下将士都主张要屠城 曹兵严令禁止屠杀 士兵所抓来的妇女 他下令关在一个房间里面保护 不许他们兼临 婚礼行为 到诞争结束以后 对有家可归的妇女 他给她一点钱送她们回去 没有家可归的把她嫁出去 民众都很感谢她的德政 所以他这个就是基因等 我们说公文好修行 他就在基因等 这因等很大 这因等很大 可以避孕她的主身 或者曹兵就后面攻打江南 他已经攻打四川 他坦白讲他就觉得 这会造沙业 他又要去攻打江南 他就认为这个会生灵涂炭 他就假装生病不肯救治 那他的部将就去探病了 曹兵就对部将说 我都疾病了 不是只要能够治好的 只要你们诚心诚意的烧香花式 攻打江南的时候 不能够妄杀一个人 我都病就好了 那个部将听完以后 混香花式 跟他们的元帅花式 他们就混香花式 结果把江南攻下的那一天 没有想到曹兵这么慈悲 现在人家早已传遍这个消息到江南 老百姓的信中 老百姓都 此乎将以引王师 就是列队欢迎 简单说就是拿着这些 水 饭 菜 物品 在道路两旁迎接这个 王师就是很仁慈的部队 就朝廷的部队过来 保全千万人的命 等到凯贤回去以后 曹兵就跟陈希宇见面 陈伯对他说 四年前我看你的像鱼蟹口水 就是你这边下巴很瘦 我觉得你没有挽回 可是你现在已经改变了 所以证明什么 我们这个四大是听我们的信念的改变 我常讲说你这个能量好 这个器官都替你指挥 你这个身体的功能都替你指挥 曹兵改变他的业力 但是他下巴下巴就厚啊 口角于轰啊 金光俱要以面目虚眉啊 必能争露元寿厚乎无量 这是陈希宇给他的评价 他除了下巴很红义外 他那个金光已经闪在 亮在他这个面目的虚眉之间了 已经有光了 那么曹兵就很好奇问 这什么叫金光啊 陈希宇就说 金光就是德光 就是你的德行有开花出来 他就是金色的光 其色如紫光光亮就像紫色一样 人如果有因德有感 人作因德有感 面现金光 如果你有基因德 脸上会有金光 眉间呢会现彩光 眼睛呢会现神光 头发呢会现豪光 颜色呢会现祥光 你的身上的气馁 外面耳内侧 里面很清澈 外面非常明亮 不独征寿 当运子身怨妇啊 曹兵果然 应了陈希宇的一言 完整很好 享受69岁高寿欧主 最封为齐阳郡王 儿子九个人 赤子为 妻子中 长子灿都是一代名将 子孙昌盛无比 所以呢这个曹兵呢 他就是假装生病 所以历史感应统计里面 赞叹曹兵有说了 将来有机会啊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历史感应统计 这个故事能够讲出来 老和尚很赞叹历史感应统计 这个历史感应统计有赞叹曹兵说了 其师兵也尊如为摩杰今所谓 因众生病恕故我病 一切众生病好我病也好 春心仁厚如此啊 古称三世为将道家所祭啊 若兵之为将啊 正可广奏功德何祭焉啊 这句话讲得很好 因为曹兵假装生病 视线生病 就如同为摩杰 因为众生烦恼生重 所以为摩杰假装生病 所以佛陀就派文殊师利菩萨 去探病探访为摩杰基士 为摩杰基士在讲出一部经 叫为摩杰所说经 不可思议泄透经 就是为摩杰经 就是不可思议泄透经 为摩杰说众生有病 所以我才有病啊 一切众生病好了 我病也好 众生有烦恼佛陀才需要说法 众生没有病佛陀活系要说法 金刚经理面讲 说法者无法可说啊 你等到烦恼都断了 无名断了 你成佛了 佛陀还是要说什么 说什么活法 对不对 一切众生病好 我病也好 这就是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啊 存心仁厚如此啊 所以古代说三世为将 这样呢道家很忌讳 但是曹冰作为将军呢 正可以广作功德 这有什么好忌讳的呢 所以事在人为 在你的存心以否啦 所以算命所讲的是定内 但是曹冰改变了定内 为什么 他有变数 他变数是什么 他基因德不忘杀一个人 他抢救了千万人的生命 这个因德太大了 这个变数改变了他的定内 啊 啊